他的生命,他的基本的mission就是尋找怎麼樣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 因為如果撤一個老闆的什麼東西都在產線 但是對於多數的99.99%的人來講 都是趴身把人都不能掌握自己 過完這一生就中了,然後那個能量飆飆蕩蕩,有沒有辦法再來一生 聖主也沒有辦法再來一生,就不知道 所以人死了,會有生命,但是那個生命搞不好漸漸的悲定的溫 可是他有可能,他還有一個黑盒子啊,你這個能量跑掉了,有一個黑盒子存在 沒有問題啊,這就像我們水分子,到處都是水分子啊,對不對 那水分子受到極熱的時候,H2O spreading 這個氧就跑到另外一個東西,攻接上去跟別的東西啊 它就是一個element的嘛 所以你人的生命的能量解散了,搞不好就被別的東西吸附,變成別的東西了嘛 一部分的物質啊 所以你不覺得嗎,中國古老的智慧說 生物一切大 通統 意思是什麼,我們跟物質一樣啊 我們現在以現在的原子物質觀點來看的話,你是非常合理啊 我們對於最近原子造成的 所以我跟其他物質有點不一樣啊 分解了以後,搞不好我的一部分加上幾個一部分的行程啊 另外一個石頭的一部分 那你我不是同一個東西嗎 你有我是同一個東西,但是 我有我的思想,你有你的思想,我的思想跟你的思想一樣啊 沒有啊,等到你死了以後那些思想都會被淹滅啊 那現在一些能量在空中這樣慢慢加上加上 搞不好被另外一個 被另外一個webabsorbed,變成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啊 不,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他可以record他的前世是怎麼樣 對呀,我不否認啊 那你如果說變成另外一個,那不是通通mist up 那怎麼去氣氛 這個是你的前世還是他的前世啊 所以他應該是individual才獨立的 你提出了一個good question,but you don't know What is that? OK 這就是大家都在講,很多人都在講 那前世紀真的有些人 甚至佛陀都說他可以看到他多少年 到幾百億之前是什麼 就表示這個東西是不是像你說的 是可以mix up的 這個call,這個黑盒子 誰來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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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問你 是unique的 誰來告訴你說 那個人說,我的前世是什麼 我的在前一世是什麼 他能夠真正的分辨 這個是同一條生命線 我現在說,你不能證實 你不能證實 但是佛陀說 佛陀現在大家都認為說他說的 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證實 但是他說的很多的東西已經被證實了 所以在我們沒有其他更好的以前 我覺得這是 我不知道,佛陀講的事情 能夠去 一人碰到他做的一小塊 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講 我做不到 是沒有辦法去judgment 他說的對我做 你連judgment的都沒有 當然我們不是先吃 我們當然是不能去